啊 我是胖子 我是胖子 我很 胖 等一下請教練跟你講解一下你之前18.14 還有就是你的肌脂肪綠還有我們的肌脂肪綠 你好 你上了嗎 你先去吧 好 來 上 好 來 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 那我不是姓啦 屎胖子 等一下 你再講一次 我說我天生就是不會胖 我體質我DSA就是這樣子 我就吃不胖體質 等一下我們直接去健身房 直接測怎麼樣 搞不敢 我以前測8%而已 我想最後12%而已啦 我跟你講 如果超過12%怎麼辦 欸 超死胖子 我跟你講我就發現洞 脫衣服 發生就說我是胖子 可以嗎 來啊 加上去啊 第一次測這個 來 直接登上來就好 我靠 我等一下會直接請我們教練 來跟你就是講解一下就是你的MBA 請我們教練 漂亮 你有量過嗎 我第二次量了 那你之前的皮質是多少 我之前測11%而已 十幾 那你現在25%而已 有 有 但是 油脂居多 你看你這邊 高高高高高高 有嗎 太高了 然後 差不多 我這邊妳可以啦 喔 謝謝 謝謝 這什麼老師 老師我是老師啦 教練 老師謝謝謝謝 他在健身房給你面子 他有美女教練 你還敢撩 你跟教練說他很美 他嫌棄你耶 你知道嗎 他應該覺得噁心 來啦 脫衣服啦 脫衣服幹嘛 哇靠 那你的諾言到底是不是棒算什麼 不要 我是胖子 我是胖子 我很棒 你很像會不會 脫到黑色豪門 哈哈哈哈哈哈 欸小玉 你看他 他好像真的走心了耶 脂胖子 是啊 他看起來有點可憐耶 都快哭出來了 他看起來好像有女乳症 你知道嗎 啊 我想了很久啊 30歲了 之後的代謝時就越來越差 我不想要變成像我以前我爸那樣 水桶妖大肚男 我有想過 我自己去健身什麼的 大家想一想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自律 必須要有人督促著我 像我老婆一樣 整個人家一念 現在念一次念一次 這樣我才會把它變好 所以呢 最後我只要 決定 找專業的營養師 由他來決定我怎麼吃 我有任何問題 有都可以問他 媽妹 我是今天的營養師 我是易涵 好那我們就先從 你今天怎麼會想來開始 我覺得我不是容易胖的人 但是我因為 比較少運動的 以前是跳舞的 一不跳舞的話 那肌肉就變肥肉了 對對對 像我這種一直在流汗的 會不會比較容易瘦下來 你瘦下來 整個都喝了水 他也沒有瘦 我知道 我的脂肪沒有變 我只是水分點少 對對對 你待會喝水啊 那你看我們內膽脂肪 現在是八 你今天如果高於十 就會很容易有三高功效 所以我們不能再上去了 哇 我的 然後 這是APP裡面的介面 你之後拍給我 我就會幫你講很好 綠燈就是OK的食物 黃燈就是你哪裡再調一下 會更好 然後紅燈就是比較 恩賜的食物 那如果我給你到黃燈 我下面一定會給你 好 謝謝我們的一涵營養師 謝謝 營養師很漂亮 謝謝 對 大家歡迎來找他 今天早上9點 第一餐來吃禮雞豬排蛋餅 那跟那個一樣是有料啊 我是要以後都要自己煮 還是可以叫早餐 他說可以叫早餐 但我們叫的早餐 一個是要有蛋白質 一個是 基本營養要夠 像我就不能吃卡拉雞腿飽 這種有炸過了 像薯餅也不行 我們要吃比較圓形 像我這個是豬排蛋餅 它豬肉是圓肉 今天晚上 晚上我直接去買雞胸肉 有時間就自己煮 沒時間我就是吃 比較適合的早餐 然後喝什麼呢 黑咖啡 然後那天就營養師也說 黑咖啡可以 但是不要喝太多 畢竟它有咖啡因嘛 至少它無糖 像我們現在減脂嘛 我們可能不太適合喝奶類的 因為牛奶有乳糖 所以我們盡量喝白開水 這應該是至少2000cc 我要喝到3000cc 我要喝到2900耶 這只是第一天而已 我還有8週啊 蹭人過就是帥哥 蹭人過就是帥哥 蹭人過就是底哥 好的 我們現在每一次吃飯前 都要做一件事情 現在打開我們的Coffee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分享一下 日記這篇有沒有 今天9月16 然後我們可以加入我們 只有分早餐午餐晚餐 因為營養師會幫我們看 我們吃東西到底對不對 所以呢 啊 看到了我的兜兜 這樣我就拍了我的禮記 鑄蛋餅跟黑咖啡 像你不知道要寫什麼 分數的話 我們這種小菜鳥 都是直接打上去 然後讓營養師去幫我們分析 知道對不對 竹春 我覺得要做減脂或瘦身 這件事情 除了自己要自律以外 有個人管的也會更好 像我如果沒有被我老婆管 我也不知道我會變什麼樣子 我沒有被我爸媽管 我也不知道我會變什麼樣子 我中間就還是一條狗 你知道嗎 如此的健康 各位 沙拉 脆除蛋 雞胸肉 玉米筍 加一點堅果 我感覺我整個人都被淨化了 我覺得我的油脂 跟我的毒素 都排出來了 我太健康了 我有點不滿心思考 苦苦苦 你放什麼東西啊 沒有啊 他說 超可怕的 才會留在外面 比較大透 阿嬤 幫我放什麼東西啊 lowest 狗隻的 不行啦 狗隻的 狗隻的近床啊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沒有卡吧 你 你 你在偷吃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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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這什麼 沒有這 這不是甜的這不是甜的 你不是要減肥嗎 這是酸 這是鹹的 鹹乳酪蛋糕 你等了屁話 你竟然 偷吃 你太讓我失望了 在偷吃喔 偷吃了之後有多爽 現在就多痛苦啊 對不起啦 你知道就有用力哭了 我不敢 最好把你的腿蹲斷 對不起啊不敢 其實拍不錯欸 真的嗎 第三個禮拜對不對 量了一公斤 而且你的肌肉沒有動 我打標了這樣子 你先減一公斤 你減1.4% 1.4% 喔 所以代表現在的 飲食策略 對你來說 應該算是OK的 嗯 像那個 蔬菜要打幾份 那份是用手掌算嗎 還是用拳頭算 拳頭 所以我 所以我一份就是一拳頭 對 喔 那像雞胸肉 跟魚肉 魚肉也是用手掌嗎 你是五分掌 對五分掌 那所以就代表一塊肉肉 剛好跟魚肉差不多大 那你就把它掌 好 那我總結一下 蔬菜就是 一餐是一個半拳頭 還是兩個拳頭 一到兩個拳頭 好那我就算兩個拳頭 那就是兩份 對 然後米飯的話就是 四分之一碗是一份 所以一整碗就是四份 對 然後堅果就是十克 好 經過我們這 第三個禮拜 我以為是180 很開心 我降下來了 180 好了 我們到11月 我們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要有一個更好的數據 所以各位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嘴巴 好 謝謝你好老師 謝謝 我會叫你醫生 還叫你老師 都好 都好 但我也不是醫生 謝謝一行妹妹 好滴好滴 好滴好滴 好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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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要去量 最後一次的inbody了 說實在我挺緊張的 對你這陣子沒有信心 不是不是 我幾乎沒有去什麼健身房 我不到十次 你知道嗎 所以我運動量其實是不夠的 再來就是 中間又出差啊 什麼的 我很怕我這八週努力白費 你知道嗎 我怕對不起我曾經自己 許下承諾 你這陣子 飲食沒有嚴格控管嗎 我覺得蠻嚴格的啊 但是如果 單靠飲食 我怕效果不顯著 你還是有點不相信 這套理論 我沒有不相信 只是 一定要運動 要付出動到 你才會有變瘦的成效 我感覺我好像 沒有去運動 就不會有什麼改變 你知道嗎 很複雜啦 我不知道怎麼講啦 總之呢我們就 這一次好不好 用數據說話 終於經過了八週 你好 一樣是我的科學老師 嗨 今天還特別化妝 沒有 來看看我 到底有沒有進步 我上一次是 74公斤 體脂肪是26 你現在是70.8 對 我上了快4公斤耶 變22.5% 我上次是高高高高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好像有 現在是肚子比較高 其他都有點降下來 目前看來還是算高對不對 現在是標準耶 我上標準了 我有點開心 努力沒有白費 你很認真來 你很認真來 我有盡量來 一週來幾次 平均一次吧 蛤 對 平均一次 然後我主要是 把我的飲食全部改掉了 真的假的 但你脂肪也有掉很多 因為你上次是74 現在70.8 對 因為上次是26%的脂肪 對 所以 很棒 那現在要再給自己設一個目標 有 體脂肪8% 現在26% 嗯 那個人要加油 OK 謝謝酷老師 謝謝 開頭是你 接位也是你 見證了我這改變的 開始跟結束 非常棒 我們來淡水建工 也記得來找酷酷老師 教練 好 酷酷教練 終於 八座的課程結束了 從來不忌口的我 從60公斤吃到70公斤 再吃到74公斤 4公斤你說多賣不多少也不少 但是你要想喔 到我這個體重的時候 每降1公斤的體脂肪都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我現在是一個八九十公斤 你要瞬間降下來 那個急劇是很明顯的 但你到了一個70公斤左右的時候 你就會卡住會變得非常緩慢 我不是會自己找藉口啦 我是經過我身邊一些 真的有在瘦身成功的朋友們 他們分享的一些經驗 當然我運動需要加強 一樣是呢其實他是有一直提醒我 一個禮拜要運動兩次的 但我大概一個禮拜只運動一次左右 畢竟三分靠練七分靠吃 你不一定每天都能去健身 但你一定每天都會吃飯 所以吃 是非常重要的 要有一個吃的正確觀念 吃對東西 吃對時間 就算像我這樣子 兩個月去不到10次健身房 還可以降了3公斤左右的脂肪 在這過程中呢 營養師對我每一次的飲食都有打分數 然後並且 會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哪些飲食NG了 哪些飲食繼續保持 這讓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事沒有注意到的小細節 像你知道 小番茄就像是水果 大番茄是蔬菜 然後有氧運動消耗的是脂肪 重量訓練消耗的是碳水化的物 冷知識耶 這些雖然查也查得到 但是有一個人 可以在你的生活中發現 並且為你調整 這是差非常多的 而且我這期間 我還出過國 喝了兩次酒 我還可以瘦3公斤脂肪 肌肉不變 體重還下降 我覺得 我再嚴苛一點 把我關在一個監獄 或是關在一個 部隊裡面的話 應該一個月就有效果了 總結呢我覺得 非常的有感 非常感謝 一涵 一氧師 非常謝謝你非常耐心的 教導我那麼多一氧知識 總之我不是一個 非常認真的學生啊 當然 這些日子也是因為有你的陪伴 跟指導 我才有今天這個漂亮的素質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是一個想要減脂的人 下定決心 想要控制體重 控制飲食的人 那我非常建議你 下載COVID 讓一個專業人士 陪伴你 指導你 糾正你 像我一樣 生活一樣過 沒吃飯的時候 多拍一張照片 多做一個上傳到APP的動作 時間流失的很快 不知不覺 你就會發現自己變了 所以這個影片送給各位 想要改變體態的大家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三度 祝福你們在 改變自己的道路上 能夠一帆風順 馬到成功